好,那我们今天的租客问题的Q&A 今天就开始啊 我相信在座的这些朋友啊 可能大部分都是房东朋友 那你们一定是想要知道 如果碰到了租客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样解决 最最主要的是 你有哪些问题我们是可以来预防的 今天给房东朋友回答四个问题 第一呢是房子租给公司 公司给员工住 有什么要注意的 第二个问题是 如何鉴别假的广告回复 比如说在credit list上的scam 如何的来回复 好,第三个问题呢 是不同族裔的租客 有什么特点和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四呢是关于宠物的问题 猫和狗哪一个好些 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你的订阅和点赞 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房子如果租给公司 公司给员工住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我自己呢这边呢写了几点啊 供大家参考吧 好,第一呢 我能想到的就是说 你要跟公司的负责人联系 你签约的时候 公司的负责人和这个租客 你都要在租约上显现出来 有些时候呢你可以在附加条件上写上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是租客租住期间有任何的违约行为 是由这个公司来负责的 另外呢就是跟他要确认一些信息和责任 比如说有些责任 有些东西损坏了 那到底是租客的责任还是公司的责任 这些呢你们要写在这个条款上 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 如果是我啊 我给大家建议只能说如果这个情况是我 我碰到的话啊 我在做背景调查的时候 我会做真正住在这的这个员工的背景调查 房租不是问题 因为他公司负责 但是这个租客是不是干净整洁 是不是尊重人的 那这个呢就是要看人了 所以我会做这个员工的背景调查 知道他原来住的地方 比如说大家看过我视频的 就知道背景调查做哪些 对吧 现在房东和原来房东的信息 这些我是一定要做的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要了解一下 这个员工他住在你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长期住还是要短期的来住 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有没有可能说哎 这三个月是这个员工住 那下三个月呢 他分派给另外的员工住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因为他是公司付钱把这个 你这个房子等于是包下来了 比如跟你签了一年的合约 在中间住的这个员工呢 有可能是会变动的 所以这个情况呢 你一定要跟公司问清楚 我自己呢是跟原来跟朋友们都说过啊 我是不会允许做二房东的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 我不希望有人租下来以后 他再去负责去找他的租客 因为这个之中有很多的因素 你是控制不了的 就像这公司的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他找的员工住的话 那你要跟他讲清楚 你换员工的时候 要经过我的允许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啊 大家可以去借鉴吧 如果是公司给员工找房子住 把这些条款细致的条款 要写在你的租约上和附加条款上 即使说是公司来签约的 但是呢租客申请表不是由公司来填 而是由这个住的人来填 因为租客申请表上有他个人信息 那这些个人信息也是需要你做背景调查的 下一个问题呢 我们讲到关于假的广告啊 这个问题发生过我的身上 也就是说我登广告的时候 有一看就是假的租客来求租的 怎么样鉴别 首先大多数可以说全部 这种假的求租的都是说 OK他是从外地要过来 我自己收到的有几次呢 都是欧洲的 比如说英国呀 或者其他地方的 第二呢就是不能来看房 通常呢我们发一个广告出去 他给我们回复的时候啊 你看到他那个回复是非常正式的 一个就是太正式了 给人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假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呢 大部分他那里面呢会写 就是说我是比如说在哪里 我要搬到这边来上班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说我不能来看房 我想知道一下 你这个房子租金加上水电费啊 你用多少钱啊 通常是这样 然后呢他的这个信理呢 也不会问你地址是什么 他呢也不会就是问你很详细的东西 而且他马上就会给你一个offer 就马上给你一个许诺 就说啊我会啊 我会马上就付你一年的租金 加上水电费 通常的信是会这样写的 另外呢就是他不会提出来 问问你的房子的任何的信息 总之他回复你的时候 就已经跟你讲了 我对你的房子感兴趣 然后呢我愿意付一年的这个租金 那请你呢啊告我一下 我怎么样支付你啊 实际上他就想要你知道你的银行信息 如何回复 我给大家的两个两个建议 第一你要不然就根本就不要回复 OK你就不用理他 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大家看到这种信息 已经觉得是有点假了 但是你们要是也非常有好奇心的话啊 那我就建议你可以回复 你在回复的时候啊 大家记得我在筛选的时候 第二步筛选是问租客的问题 对吧 大概要问好几个问题 那我是建议呢 你如果真是有一种好奇心 想要了解他真的假的的话 你可以在回复他的信件里头 问这些问题 你看他是怎么答的 如果他根本就不理你 或者说有些答了有些不答 你就知道他一定不是真的 根据你房子的特点 然后决定你先把你自己的要求要定下来 并不是说选足役 而是说把你自己对房子的要求 和该问这个租客的问题来选出来 还有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房子 适合什么样的租客 根据你房子的地点 根据你房子的户型的不同 可能是吸引不同的租客的 还有呢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啊 不同足役的租客有什么特点 不一定我讲的很全面 只是说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首先呢我都是西人的租客 当然也有菲律宾的 菲律宾租客也是非常好 我自己的菲律宾租客 然后也租过韩国的租客 也还是不错的 就是洋人的租客啊 比如当地人 他们很多人呢 动手能力还是蛮强的 因为他们从小就培养这种动手能力 可能呢华人的本身 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可能从小他们就不是 有些孩子不愿意去 懒得去动手 对吧 比如说割草啊 或这些 我就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 你像我自己的出租房 一个是Surray 那个出租房 地也是蛮大的 因为本身房子很旧 已经都真的是快50年的房子了 但是地大概9600尺 那个地 很大的地 但是我这个房子 从2007年买下来 你像大概有十几年了 对吧 所有的割草 全是我的租客来割的 楼上的租客 真的我要租给华人的租客 我相信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Bernaby的一个房子 我是知道 他当时租的是亚裔的 他的院子非常小的 后院 而且整整齐齐的 特别容易去割 但是他都要自己花钱去割 还有一个 大家如果看我视频的知道 Paul River 我那个房子 那个是26000尺的地 你看多大的地 也是我的租客割套 所以我自己就感觉啊 就是洋人呢 他们不太在意去做一些这些护理的工作 还有呢 如果你跟租客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他有小的问题 他都 他基本上不来麻烦你了 洋人呢 在租房子的时候呢 他如果喜欢你的房子 而且呢 他有长期出租的打算的话 他会真的是把你的出租房当作他自己的家对待 我的两个房子在Surray的 到现在可能都是六年的吧 有小的问题 他都已经不跟我讲了 他就自己去弄了 当然了 如果是有管道的问题 或者电的问题 那肯定我是要处理的 我是说 比如说啊 原来你知道吗 我同样一个出租房 当时是一个Fiji 斐济的 斐济的租客 那他们当时租的时候 我就记得在半年之内 我就找了两次plumber 这什么问题呢 冲凉 冲凉的那个水管漏水啊 滴水 而且还是热水滴水 当然了 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比较旧一点了嘛 那一滴水呢 他也不会修啊 那我就得找一次plumber plumber换一次垫片 然后没到半年 又开始有这个滴水了 那我又得找人再修 但是呢 自从我这个租客住进去之后 我就没有去修过 因为他自己就能把那个垫片给换了 因为垫片不需要几块钱嘛 他就自己去做了 租客有宠物 是不是猫比较破坏房子 狗可以考虑 我自己呢 还真没有 有猫的租客 我有狗的租客 有过三个 包括现在那个 Surray那个租客 就是有狗的 狗非常大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损坏 所有的这三个租客 都没有很 都没有损坏 那两个租客呢 狗比较小 有点是宠物狗 这种情况 没有损坏 猫呢 我自己没有租客这样 但是我自己的表妹 他们是有两只猫的 也是没有问题啊 家里也很干净啊 所以我自己是一直是觉得 咱们在找租客的时候 是看租客 不是去看那个宠物怎么样 因为租客好的话 他会很好地去培训这个宠物 而且是知道怎么样 维护这个房子 当然了 你要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没有宠物的你可能就首选那个 没有宠物的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确实是比较难找租客的状况 但是又有宠物的租客来申请的话呢 你呢 可以去考虑 不是说完全不考虑 你要 首先呢 你还是要去 看他这个宠物 就是你真正看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宠物是不是比较乖啊 还是比较干净啊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去判断 多少磅以上的狗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个问题 就是小狗有时候有些小狗也是 也是叫的很厉害的 那他可能邻居就会抱怨 所以我觉得这跟大小没关系 看他宠物本身吧 要收多少宠物押金 我不知道Joyce你是在哪个地方啊 我们BC省呢 宠物押金最多只能收半个月的租金 收押金呢 一定你按政府规定来收 我上次看了洋人的一个 他们Facebook的一个group里面讲啊 通常他们是 有些人呢 是收一个宠物45块钱 两个宠物就90块钱 有些人呢 一个宠物多收50块钱租金 然后呢 超过两个宠物 他们就不收了 有这样的 所以给你们做个借鉴啊 Ratio你问的这个问题 请问 请再简单介绍一下 再给租客看房钱 有哪几个问题要提供给租客回答的 我视频的第二次筛选 应该有两个视频 都有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在给租客看房钱 需要问的问题 里面是非常详细的 给大家介绍的 另外呢 当然了我的房东课程 我会非常详细的跟大家介绍 每一步的这个筛选的 这个步骤啊 筛选的目的对我来讲呢 是用最短的时间 最有成效的 找到最满意的租客 这次的房东课程 我们会讲的主要的内容 有几点 好 第一呢 就是出租前的准备工作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第二呢 我会介绍 六步筛选的具体的步骤和方法 我会用实例 跟大家做分解 并且在上课的时候呢 会让大家做现场的操练 好 第三呢 我会把我自己 评定租客好坏的标准 跟大家分享 我也会有一个 我总结出来的 租客的评分表 这个呢 是第一次 跟大家公布的 第四呢 就是回答房东 在筛选租客 和管理自己 出租房方面的 一些疑难的问题 和如何的应对 第五呢 是如何做到 出租房的收益最大化 还有就是 如何保证 我们有一个 长期和稳定的租金收入 时间呢 那是北美的西部时间 下午一点钟到四点钟 如果是东部的时间呢 是从下午的四点钟到七点钟 收客的方式呢 是用线上的zoom的方式 我跟大家现场来讲课 如果你们对这个课程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跟我约这个时间 好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午的时间 感谢观看